有这么一个英雄 他被认为是美国队长的精神延续 他被认为是下一代复仇者联盟的领头人 他被认为是终局之战的救星 他被认为是最强的复仇者 他曾遭受男性的压迫 但在觉醒后爆发出女性的光辉 没有错 他就是你们最爱的惊奇队长 在这一次新的冒险里 你将看到不止一个 而是三个惊奇队长 真正的三级同框 让你一次爽翻天 这一次他们不仅能拯救自己的宇宙 更能拯救多元宇宙 但唯独不能拯救 漫威宇宙 没有错 今天我们要讲的电影 就是2023年的年度巨制 漫威最强女性超音电影 惊奇队长 哈喽大家好 我是BA 这是我频道万字解析的延伸系列 千字吃死的最新一期 在当下的大环境里 好的超音降一步少一步 烂的超音降一步多一步呢 而这一次电影的失智程度 也都让我视频做一半气到不想做 各位残暴们 如果这里都不散脸 我他妈 也有机会 我们先从立项开始说起 因为问题的关键 往往就是关键的问题 这种拉近的立项 才是最他妈扯淡的 2019年 漫威宇宙复联3的最后引入惊奇队长 因此 金队1狂砍全球 11亿美元票房 但你我都知道 这成绩是有水分的 真的是因为它很好看吗 当然不是 毕竟你不看这一部电影 你就看不懂复联4 你就说你看不看吧 你看 说了真相 你又不开心 然后 因为金队1大爆 所以续集 很快就安排了 首先是编剧 漫威很快就找到 来自旺达幻世 还有洛基的两个编剧 这两个剧还可以 但是你以为 这就没问题了吗 问题马上就来了 那就是导演 漫威找了一个 女黑人导演 来指导金队2 这个时候你们肯定以为 我要骂政治正确了吧 我去 你们怎么知道 因为他真的就是靠正确 混进来的 在这伙被聘来之前 原本漫威是考虑过 另外两个女导演的 虽然他们的履历 都很丰富 但最后是没有用 偏偏用了 而他作为导演的履历 那叫一个苍白呀 除了金队2 才六个作品 更崩溃的是 他同时还他妈担任编剧 你以为他多才多艺 不是的 他作为编剧的履历 更尼马苍白 除了金队2 才五步 我操 入行十年至今 就他妈一个勉强及格 考虑到他是第一位 指导MCU的黑人女性 很明显 他能接这个活 并不是因为能力 而是因为他的buff 当时有不少媒体说 迪士尼就是为了正确 但漫威坚持 他们没有找错人 而且还硬气的 加入了另外两个正确界 第一个是莫妮卡 第二个是金奇少女 说到金奇少女 这个IP也贼他妈淡疼 人气一支不大型 属于不温不火吧 再就是2020年 以他为主角的游戏 漫威复仇者联盟 你看这群复仇者的 一脸扑剑样子 他连三年来抽不到 就官宣定服下架 至少亏了6000多万美元 然后就是他的电视剧了 这个剧牛逼的地方 在于吸引了少数群体 并且 烂番茄 百分之九十八 真正异常的漫威最佳呀 但是他的观看量 却是迪士尼流媒体 目前最拉 倒数第二第三 分别是你们最爱的秘密入侵 和女浩克 什么 你问为什么收集率这么低 我都说了这个剧是 吸引少数群体了 所以不能说这个IP晦气 但可以说 他就是没有火的潜质 应对闺蜜的女儿 在旺达幻视里面 获得超能力 不仅长得正确 行为也很正确 在旺达幻视里面 明明是旺达 擅自囚禁 无辜的平民陪自己过家家 最后知错改正后 这屌毛居然跳出来 不知廉耻的说出 所以你凭什么代表别人呢 所以这个角色 真的除了正确之外 一无是处 以至于在影片开拍后 就有传言称 由于片名和番位 也就是戏分占比呀 还有C位不C位等原因 惊奇队长 均存在给另外两个 傻逼让位的问题 因此我们的影后 也就是金队布里拉尔森 就和其中一个演员 在片场闹不合 现在看来这个传言 还挺合理的 对了 改片名这个问题 漫威中国还是很聪明的 知道没有人在乎 那个黑鬼和穆斯林 所以内地还是叫做 惊奇队长2哈哈 对了 这个片还不止他们三个 后来饰演尼格弗瑞的 Samuel Motherfucker Jackson 透露他将出演本片 然后再去拍秘密入侵 而蛋疼的就来了 原本 金队2的时间线 是早于秘密入侵的 前两个作品 都会cue到斯克鲁人 也就是这些 哥布林难民的问题 所以关系应该是很紧密的 但是后来 由于蚁人3的制作 比金队2要顺利 因此二者档期交换 金队2从22年 被延期到了23年 这就意味着 金队2和秘密入侵 都得大规模重拍 但重拍的后果是 金队2又延期到了 秘密入侵 完结之后才上映 结果就是 虽然漫威在官网上 给出了时间线 确认金队2是 排在秘密入侵之后发生的 但你看这片就知道 这二者的矛盾有多少了 比如这个鲁蛋 蛇吻他老婆 哥布林在 金队2是完全没有cue的 还有的我们解析一说再说 总之 漫威前前后后 一共延期了四次 对于这种行为 黑女导演直接就不爽了 在电影还在做后期的时候 她直接跑路 去搞她的下一部电影 金队2只是线上监督 她甚至还表示 漫威明知道自己有下一部电影要搞 还要这样延期 活该一直被骂 当然漫威小动作也不少 比如金队2上映前几天 他们举办了一场 面对演员和剧组人员的发音会 就没有邀请这个黑女导 但你也不要替她觉得委屈 她的发言也是很辣眼睛的 比如在电影临近上映前 这个屌毛可能大概知道 金队2是烂骗了 所以直接甩锅说 这个就是一个凯文废齐的电影 说得好像人逼她来拍一样 而且在那之前 她甚至说过复联3无限战争的失利 是美国队长的问题 她觉得美队就应该在一开始 就直接把幻世头上的宝石给抠下来 她真的这么说了 不是我胡扯的 我个人就非常好奇了 她是否会对烈鹰接任 美队做出同样公正的评价呢 金队2的电影时长仅105分钟 是MCU所有电影中最短的一部 对此黑女导演表示 这时长OK的 毕竟MCU最短片长的头衔 总得有人接手嘛 最后金队2在2023年11月10日与北美和中国内地同步上映 北美首周末票房成功垫底MCU全系列 四周票房跌幅达78% 这数字超过莫比亚斯 更打败炎三MCU最低纪录 而到了第四周 迪士尼都看不下去了 直接公开表示 不会再继续播报票房消息 真的他们真这么说的 最后本片成为MCU第一部本土票房未能突破1亿美元的电影 全球总票房近2.06亿美元 位居MCU全系列电影最拉 我猜导演会觉得MCU催地票房的头衔也得有人接手吧 据权威统计这烂片净2.37亿美元 甚至超越了闪天侠 成为2023全年最亏钱电影 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正式进入今天的解析回顾 首先是海报 这张海报就非常有灵性的将人分为三六九等 表达了当下好莱坞的人种地位 分别是黑鬼最高白皮猪次质 穆斯林垫底什么你为黄皮在哪 黄皮在地下 后面电影你们就知道了 黄皮在这部戏里面是最TM没尊严的 这也不得不让我们联想到 《复联4》这经典的一幕 所有女英雄看似为我金队开路 实则纯TM凑数 因为金旗队长根本不需要他们啊 没有错 这也对应了本次金旗队长2的结局 因为金队这个人的设定就是一个无克时超人 身为战力天花板的他不仅无趣 更没有成长空间 所以他就只能沦落给另外这只黑鬼和穆斯林带流量刷副本 故事开始 这个拿了之前被淫护尬武尬死了罗南锤子的女的桃油的手镯 但他只找到了一个而另外一个却送到了地球上 这个叫做卡玛拉的少女 这很明显卡玛拉是金队的超级粉丝 而我们此刻的金队正在和尼克弗瑞打电话 这鲁蛋在秘密入星和哥布林蛇吻之后就来到了天上这个秘密基地 尼克弗瑞说发现宇宙某处有异常让金队去看看 然后金队就带着橘猫式元兽出击 其实在太空缩业的莫妮卡也发现地球附近有虫洞的痕迹 这一瞬间三金发生了位置互换被传送到了彼此的地方 但因为他使用能力位置就会互换 对没错 电影就是故意用这种莫名其妙的设定来强制压天花板金队的战力 顺便让他带着两个废物啊 好像全宇宙就他们三个人会发光波一样 Anyway卡瓦拉想装逼 结果又和金队交换了 就这样金队和莫妮卡时隔30年 终于见面了莫妮卡一直对金队有心结 因为对方消失了这几十年 金队没功夫跟他客套说了就直接飞走了 飞到一半又和马拉卡交换了 马拉卡掉下来莫妮卡飞上去 接住了但是又不能飞了 你在干什么啊 关键时传送到了克里言的总部 大家就都撤了 然后金队就找来了女武神 我感觉这两个人的关系也不一般 女武神把这些绿导带给带走了 带去哪那肯定还是地球吧 毕竟新阿斯加德就在地球啊 那么问题又来了 秘密入侵之后 美国总统说了要下令对所有外星人赶尽杀绝 那么这个时候带到地球真的OK吗 带他们去送死不成 画面回到垂解的星球 刚刚投来了空气 让他的村民人得以呼吸 但这还不够 要重新点亮他们的太阳 他需要两个手镯才可以 然后是金队这边莫妮卡在撒娇 说你当年走的时候 说很快就会回来 结果消失了几十年 金队解释说 宇宙有其他人需要他 莫妮卡那我呢 可以看得出莫妮卡是有点巨婴的 人家都已经从灭霸手里 把你这些傻逼救回来了 而且毕竟人家是在宇宙做英雄的 你那么点儿女情长 搞得跟大过天一样 怎么还能让人给你下跪认错吗 反正金队是很自责 莫妮卡之后 金队又来给穆斯林道歉了 说之前自己不该阻止穆斯林圣母 我这家人实属是给这个正确电影再贴正确了 从英雄乌龟里安德鲁 从登场时 旁边那没用的废物胖子的奶奶 一个劲了叽叽歪歪 到蓝甲虫的墨西哥家庭 也在那里不停叽叽歪歪 我觉得真的够了 在我看来好莱坞把这种少数族裔搞得跟智障脱油瓶一样的设定也是一种歧视 我看电影的时候 本来卡玛拉一只就已经够吵了 然后用唱歌的方式给他说明了状况 订队让王子给三斤准备制服 做好了 有的时候真的不是我故意去歧视 尼玛旁边这两个肥仔站在影后旁真的显得很臃重 不是我觉得普通人是无所谓 你既然是超级英雄 那你的身材最起码是体脂得低吧 莫妮卡这屌人刚才你们也看到了 就她这身材完全符合我对美国肥胖黑女的刻板印象 我甚至可以合理质疑你身为演员的专业度 我并不是对女性身材随意指指点点 因为如果你要说黑人女性的身材吧 哈利贝瑞的风暴女永远是我最艺难评的女神没有之一 瞧瞧这颜值 瞧瞧这身材 瞧瞧这气质 瞧瞧这漫画里走出来的质感 啊 我又可以了 其次是这个设计 卡玛拉这身就像一个Cosf 老实说现在的Cosf的质量都很高了 你这身连基本水平都不知道有没有到 欢迎真正的Cosf弹幕补充 再就是莫妮卡了 她这身加上她的肥胖 这不就纯纯黑猩猩队长 不分滚出 然后金队让王子等一会儿锤姐来了 拖住她 她和莫妮卡准备偷袭抢手镯 很快锤姐大军就来了 想觉得你们知道吗 电影到结束也没有再给唱歌星球任何交代 那帮人死光了 对比哥布林还惨 我前面不是早就说了吗 黄皮是最没尊严的 如果你要问我刚才那种局面该怎么破 很简单 你卡玛拉直接把手镯给金队 然后你们两头猪找个洞把自己塞进去 事情就能原地解决 就算唱歌星球的虫洞关不上 她也可以最大限度 最后三打一 三斤必须是赢啊 这个时候莫妮卡凯麦说 你们的太阳核心能量变弱 只需要另外一个强大的能量重新点燃 就可以恢复 比如让金队战就行了 卧槽天才啊 克里人想了三十年想不出来的法子 就被你这么说出来了 锤姐都傻了 我这么蠢吗 对她是真的蠢 就在金队答应出手 帮她点亮太阳的时候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锤姐回光返照 搞趴了穆斯林 抢她的手镯 然后你们猜怎么 然后莫妮卡她 她妈的这个制服 毫无疑问是我 看了这么多年的超音电影里面 最丑最辣最烂最恶心的超音制服 没有之一 漫画也没那么丑啊 好了 总算是讲完这部电影了 假日们 我们都欠 灭霸一个道歉 金队两二这种电影 拍出来就是恶心人了 关注我实验九人 可能都会知道 我这个人最讨厌政治正确 但我讨厌的 从来不是政治正确里面的人 我只是恶心 大公司把人标签化后 给他们定制内容圈钱 金队两二这个电影 最大的标签 无疑就是女性了 而这个标签 也是近几年漫威最常用的 我给你们排一下 或许你们就认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了 那 金棋队长 拉了 金棋少女 拉了 旺达 拉了 黑寡妇 拉了 女浩克 拉了 回声 拉了 五体五卡特队长 拉了 苏瑞 拉了 美国小姐 拉了 女武神 拉了 女雷神 拉了 永恒族 拉了 女蚁人 拉了 不说漫威 猛青小队 拉了 神奇女侠 拉了 蜘蛛夫人 拉了 看懂了吗 女性影视剧 几乎全他妈拉了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好莱坞一堆有才华的主上 能够拍出这么大一坨 这样 我真的 我真的怀疑这是故意的 我甚至怀疑这是最新的骑士 如果你骂他们 反而喷的是你骑士 这里面还不只是女性 还有哑巴 残疾人 甚至还有一些被连累的男性角色 比如你 夜魔侠 恶煞 精病 比如奇异博士 等等 多了我就不说 大家懂了都懂 但你能说女性超音 真的全拉 或者真的不行吗 那当然不是啊 除了我前面说的 哈利贝瑞的风暴女 还有平行纵旺宇宙的 格温 史太熙 这两位 连一个黑点都没有 这说明人种和肤色 不是问题 问题就是 现在的爆米花 拍的就是烂了 没别的 我们每一口都是细嚼慢咽 只会给大家呈现一个 有趣的内容 在这个畸形孤独 夕阳的赛道上 我已经是尽力了 所以如果喜欢我视频的 真的贵求大家 一键三连 真的真的贵求贵求贵求了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